你不想要 我要去找傅容才傍仇 你要是跟过来 我就死在你面前 秦桑 秦桑 傅容才 傅容才 你给我滚出来 秦桑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三少奶奶 这里可是雍南地界 即使是你们一家 也不能动武 秦小姐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可是你和我师弟的大媒人哪 这自古以来 哪有用枪来泄媒人的呀 我们走 什么师弟 什么媒人 这天下还有这么好笑的事啊 师弟呀师弟 自打你成亲的第一天开始 我就一直期盼着有一天 真相被拆穿的时候 期待着真相被拆穿的时候 亲眼看看你脸上精彩的表情 傅容才 你够了 你闭嘴 你竟然拿枪对着我 我是你丈夫 你是我丈夫还是我敌人 我自己能判断 现在我只要一个真相 你跟易连凯到底是什么关系 其实秦小姐有所不知 我的师父生前有三个徒弟 我是她的大徒弟 你的丈夫易连凯 是她的关门弟子 师弟 这一点你不能否认吧 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你连枪都举不稳 你真的要对我开枪吗 你害怕了 你一连凯也知道害怕 我不是怕你对我开枪 我是怕你不会开枪 伤了你自己 我无数次问你傅容才的下落 你都推脱说不知道 原来你跟他早就认识 小嫂 别叫我的名字 你敢说你不是骗我的 没人又是怎么回事 秦小姐 你冷静一下 你们之间的恩怨 可以以后慢慢解决 小嫂 我的确骗了你 但是我有我的理由 师弟啊师弟 你这瞒天过海的本事 还真大 秦小姐 你为什么要为一个 天天睡在你枕头边 天天说着爱你 却一直在欺骗你的男人呢 还不如 让我把实情一五一十地 跟你说个明白 傅容才 你敢再多说一个字 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老爷有请三公子和傅先生 好 秦小姐 这里毕竟是城府 咱们都是客人 在外边再有什么血海深仇 在这里总得给老庄园 一个面子 这件事情回头 我一定会跟你说清楚的 你放心 先送秦小姐回房间 她现在情绪太举动了 吩咐厨房给她准备一碗 安神汤送过去 三公子 请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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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去吧 是 是 这傅容才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傅容才为人狡猾 凭他那三寸不烂之舌 多方游说 上下打点 还给了你爹一些甜头 这才把你爹牢牢拴住 对他的话深信不疑 最后调戒了陷阱里 前段时间 有一个很大的贿赂案 闹得政府鸡飞狗跳的 险些机遣民意 那个人叫傅容才 你知不知道 有这个人吗 政府没有抓他 当然没有 但是我的父亲却因此 受到了牵连 进了监狱 这你总该知道吧 我听说岳父是因为 政府的一些事情 被小人暗算 没想到是汇选之事 可是 现在岳父不是安然无恙了吗 我爹现在是安然无恙了 但是他的仕途 我的母亲 我的家庭 全被这件事情毁掉了 那我派人去打听打听 找到之后 我会好好教训他 二位在此稍等 我前去通报一下 师弟真是有长进哪 都到了这个时候 还能如此镇定 何谈镇定 你要是敢多说出去一个字 我保证在秦桑知道 这件事情之前杀了你 那看来还是你怕了 我为什么会怕呀 你是害怕你那位美娇娘 知道了当年的真相 其实我还真的挺期待的 师兄刚刚夸我有长进 可我却不得不说 师兄退步了 两个男人之间的事情 一定要牵扯一个女人进来 卑鄙 你不觉得这样自己很无能吗 我无不无能 自有世人平叛 虽然这个新政府只是个空架子 但是毕竟是革命的成果 是四万万中国人 消灭了封建帝制 才迎来的新政府 名头很响啊 大帅问我 说这个议会的席位 咱们是争还是不争呢 其实李重年的兵力 压制不了扶军 就想借政府和内阁的势力 来压咱们一头 这一下他就争了十几个席位 势力非同小可 如果我们非要争 充其量 就只能争个平起平坐 为什么要平起平坐 他李重年搭台唱戏 我们为什么要配合他 直接来一招府邸抽薪 拆了他的台怎么样 师弟说的呢也有些道理 这次大选我们虽然还没有动手 但李重年的势头已经滔天 如果我们现在去争 势必要落后人间一步 还不如让他李重年 竹篮打水一掌空 他不是动用政府势力了吗 他动用了谁 他贿赂了谁 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 不如我们把这个人给查出来 再买通些报纸 给他捅出去 制造一些丑闻出来 丑闻的确会造成一些影响 不过 前凭政坛素来肮脏 百姓们对这些事情 已经司空见惯 算麻木不人了 李重年的这些事情 即使被爆出来 也不过是隔靴搔痒罢了 这娄子 要懂得越大越好 我们不仅不阻止李重年 反而要帮他搞会选 此计甚好 不过会选 得要得其门而入啊 如果这个门是铁板一块 那更容易暴露自己 那么谁做这个门呢 师父您看 这些就是所有政府重要首脑 李重年已经收买了这四个人 他们位高权重 其实正如刚才师弟所说 现在政府里边行不上大夫 即便这四个人被查出来 参与了会选 但也未必能把他们拉下马 所以 我们要自己制造一个受惠者 这个人势力不能太大 官位不能太高 否则 政府宁愿选择集体肩默 压下事端 那我们不是白忙活了吗 我选此人 师父 我可以去一趟钱坪游说此人 完成会选之事 这件事情 还是派你大师兄去吧 正好 也试试荣才的深浅 荣才啊 你听好了 这次你必须全力以赴 如果能够完成任务 满载而归 日后 兰坡继承了江左 你就是江左的第一谋士 谢谢师父信任 荣才定不如使命 那我去准备了 好 师父 为什么一定要让师兄去 他是有一张嘴皮子 但办事拖拖拉拉 万一事情搞砸了怎么办 你大师兄啊 他就是有点这个毛病 但是这件事情 还真得非他去不可 荣才他不是一家人 想贿赂官员 也不至于 别人会查出他的底细 对不对 不容易受人要挟 你就不懂了 你是一家的三公子 别人一查就查出来的 你要是被别人注意到 那不光是李充年 他反咬一口 说我们贿赂官员 你也会留下污点 懂吗 这绝对不行 你必须是干净的 你二哥 你二哥 占了别人的命 在外面生命狼藉 你不同啊 蓝婆啊 我把你作为 江左未来的希望 可这眼下 你必须要隐藏锋芒 不能露出半点实力 引人注目 我为江左规划的蓝图 要由你来实现它 师父 蓝婆明白了 有些时候 我真是感到世道不公啊 有些人头抬头地转 一生下来就可以高高在上 无论是酒囊饭贷 还是中庸之辈 都可以一步登天 而我这样呢 有才之士 却只能低三下四 养人鼻息 师兄还真是不令自夸呀 难道我说错了吗 你无非就是一个好命 生在了易家 我的智慧远远在你之上 师父看中的是什么 就是看中你这个名分 其实 易连慎 跟师父本来就不是一条心 而且易连姨又是一个废物 那只有你易连凯 你三少爷更接近权力的中心 所以师父想借用你的名声 借用我的脑子 来完成他的志愿 既然你知道师父的想法 可为何 现在要相助李重年呢 这不是与师父的目的 背道而驰吗 还有 投靠了敌人 也就等于背叛了师门 你不忍 我自然可以不易 你可以为了一个女人毁了约 那就不要怪我这师兄 并没有出路 真难过 可怜师父了 他一生的志愿 就毁在你我手上 三少爷 如今我为李帅 你为你爹 待会儿见了老状元 你也别藏着 让师父在天有灵看一看 究竟是我富荣才厉害 还是你易连凯更胜一筹 来 爹放了我这么长时间的假 让我专心来陪你 不过也挺好 这段时间呢 我就陪你散散心 来 也许是这几日 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我总感觉自己心神不宁的 你呀 有时候 就是想的事情太多了 想想小的时候 我记得那会儿啊 你最喜欢看烟花 只要有烟花 不管在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你总坐在一边看 一边看还一边笑 小火鸭都露出来了 是啊 已经好久没有看过烟花了 我记得小时候 我最喜欢那种亮晶晶的东西 你看 就像那些泡泡一样 五彩缤纷的 你要是喜欢啊 我去给你抢一个回来 这都是小孩子玩的东西 芸汐 我爹说过 你是征战沙场的男子汉 现在 却为了我做这些事情 不值得 为了你呀 做任何事情都值得 再说了 什么叫男子汉呢 难道把心爱的女人 抛在身后 赢得了天下的人 就可以成为男子汉了吗 如果真的是那样 我的快意无人诉说 我的好情无人倾听 连我的快乐都无人分享 即便我赢得了天下 又如何 我呢 真的希望自己可以 像周游王一样 风火熄诸吼 只为博你一笑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这样军部的人听见了 又惹出什么事端了 你呀 就是天天操心这个 操心那个 军部的事情有我呢 你考虑这个干吗 看看你身后 你呀 现在应该考虑的 就是咱们俩应该 像他们一样 咱们一家人 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的 多好啊 大帅 我们不能再对李重严 置之不理了 之前您说过 不让我们擅自出兵 我们听了 可是兄弟们 不能由着李重严打呀 之前兄弟们换防 李重严中间摆了一套 博军丢了两年的物资 死了我十几个弟兄 林旨 你瞧你什么模样 在大帅面前哭鼻子 像当兵的吧 爹 我就是心疼弟兄 大帅 你别怪林旨意气用事 这几天 李重严真是不老实 用几个兵游子 每天装成老百姓 潜入咱们地盘 到处张贴一些告示 煽动民心 也不知道咱们境内 有几个报社 是李重严出钱开的 大帅 我们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呢 只要您一声令下 我们立刻开打 要不然心里头憋得慌 什么天盟会慕容神 全都可以往后放 够了 你也在老二手下干了几年 居然还能说出这种 短见的话来 大帅 我 我是 李重年真的要挑衅我们 他会就杀你十几个士兵 枪两辆卡车吗 整个万家殿的火车站 他都可以拿下来 然后牢牢地把持住 我们的运输线 去打一场大战 但是李重年不是傻子 他知道以他现在的兵力 要是跟我们打的话 就是以卵击石 而我们去打李重年 就是两败俱伤 现在这种小打小闹 只不过是想迷惑我们 去布下障眼法 让我们忽视掉他真正的目的 可是大帅 我 父亲 是 今日两位来 各自为了何事 老朽心里明白 傅先生 是明洞江左的大才 三少也是后起之秀 让老朽选 心里有点为难哪 好啊 选了这个 怕得罪了那个 不如我们公平一些 我问两位一个问题 若是能解答老夫的疑惑 那老夫挑选的时候 就不那么为难了 老庄爷 请问 天下有几人 江左又有几人 这天下不过四万万 江左却占了六千万 师弟 这天下人熙熙攘攘 怎么可能守得过来 那些千千万万的蝼蚁之辈 又怎么可能会入老庄爷的眼呢 在我看来 天下不过区区七八人 而江左只有五六人 天下为何就那么几个人呢 首先 北方的慕容辰算一个 西北的江双喜算一个 东边颖军算一个 还有钱平的大总统算一个 天盟会也能算一个 老庄爷您掌握经济命脉算一个 江左也算一个 所以这决定天下的 也不过就这么七八个人 那江左的五六人又是何解呢 其实江左原本只是义人 就是三公子的父亲 义继培义大帅 但是现如今义大帅年事已高 继承之事又没有定下来 二子争雄 而义大帅呢却坐看乱世 是不发表意见 所以李重年李大帅 只能趁势而攻 那义帅怎么办呢 只能仰仗手下的这些都军 现在 这些都军有了兵权 自然就有了话语权 所以江左说了算的人 那是五六个 师弟 我说的可有道理 千山千水千人才 这本是好事 人才之所以为人才 因为贵在不可多得 但是多了 又争来争去 饶了清景反而忧愁 先生说得是啊 现如今这五省分崩离析之际 若有一人可以平定五省 权归一人 绝于一智 自然可以平天下 是 父亲 二位 我父亲年事已高 精力不济 每日到此时 都会小气一会儿 还向二位嘟嘟包涵 是 父亲 您有何必跟林芷生气呢 他不过是个孩子 多少斤俩您是知道的 气了也是白气嘛 要是只有他就好了 张希坤也跟着帮枪 一群断世的废物 看不透天下大局 只管等着命令就完了 天天一个个嚷着 要打李重年 我真的在想 他们里面 有李重年派来的奸细 要是老二在就好了 也用不着我 与这帮废物大交道 一早上脑袋都气炸了 放老二的架 可是您老人家的主意 既然话语出口 也没有辉旋的余地 也让您体会一下 二弟平日里的难处 当年我带着范先生 你六叔 还有手下一些精兵强将 哪有那么多破事 现在他们都死了 现在军部里待着的那些 都是当年跟在底下 打仗的团长 旅长 要么就是张林芷 这样的小屁孩 只知道达光眼前的敌人 哪管得了天下 父亲 您这不是挺清楚的吗 清楚是一回事 要管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公文哪 我看了有点头疼 你带我处理吧 师弟 承让承让 刚才在里边 我听你对答那几句 怎么觉得 什么都没说出来呢 难道师父 就教了你这么多 师兄果然才思敏捷 有备而来 刚才师兄的一席话 真让我受益匪浅 多谢师兄的教诲 那至于结果如何 我们就一起等老状元的答案吧 其实要是换座以前 可能我还会谦虚 但是现如今 我们各为其主 那些面子上的事 咱也就不用再做了 如果你真的想赢我 再学十年 也未必 当然 我记得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晕得特别厉害 那是我第一次 知道我自己晕穿 是啊 那个时候 差点把我吓坏了 你从一上船开始 不是发烧就是吐 我当时就想啊 赶紧把船弄靠岸了 好让你少受这些罪 再后来呢我就想 这法兰西 有什么好趣的呀 无非是为了读书嘛 那咱们就把法兰西的学者 请到服务院来 照样可以学 对不对 你真霸道 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这是你在图书馆温西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你啊 一看书就犯困 我呢又怕你睡不好 所以天天我的书包里 就背着一本 像砖一样的字典 就为了供你睡觉 现在想想 你在图书馆睡觉的时候 我还真没少拍呢 偷拍我我还不知道 后面这些空白页呢 我是特意留下来的 我就想着 以后咱们俩多多地拍照 还有生很多的宝宝 咱们俩也给他们拍 然后到时候啊 咱们用一家人 快快乐乐的照片 把这集都给填满了 好不好 好 芸汐 你真好 父亲 走远了 对 都走远了 işte 我看自己是要的 不的 我饿了 很饿死我了 你会不会 我们来如此 你非常多少 怎样 才你都为我 有四个人 使得成为 这是我 我一定会 都没有 他们以为您还只是 前朝的状元 却忘了您现在的身份 何时天下第一的商人 上次老范来 我跟他手谈了三句 每一句 他都是奇差一招 第一句 我以为他是大义时惊重 第二句 我以为他既不如人 可是到了第三句 我才发觉 他的奇迹远胜于我 他能够牢牢地控制住奇局 想赢便赢 想输便输 这样的人才是真可怕 可你说 老范交出来这两个徒弟 到底是故意奇差一招 还是故意藏捉呢 这个 我还真是说不清楚 那你说 傅龙才和易连凯 你选谁 不管是哪一个 都各有利弊 若论财学 我觉得这傅龙才 应该比易三公子的墨税 要多一些 但也只是多那么一点 在父亲您面前 他们还搬门弄府 着实可笑 你呀 少在嘴巴上磨蜜了 你记住了 生一人 嘴巴甜不是坏事 但也要严准 心狠 是 父亲说得是 那父亲您 会选谁呢 我会选李重年 但我的选择 跟他们两个无关 我让他们过来 只是想探探他们的敌 走个过场 有一句话 你要好好记住 做生意 做生不做熟 我跟义稷胚太熟了 生意不好做 你窝墙的姿势不对 才开了一枪 就把手腕给伤到了 你杀不了人的 你还想试试吗 你的枪口 永远都不应该对着我 有时候子弹还没出堂 人就已经伤了 你还想装出一副情深的样子吗 易连凯 你还想装出一副情深的样子吗 显示你有多可怜 多心疼是吗 我们现在是在城府 在外人眼里 我是你丈夫 你是我妻子 就算要装也得装出这个样子 你明白吗 是啊 这一切本来就是悲剧 而这悲剧的源泉 就是因为富荣才 若不是他 我们秦家怎么会落败 要不是他 也不会嫁给我这个绣花枕头 对吗 我们成婚两年 我们成婚两年 在你眼里原来一直都是一场悲剧 你马上收拾东西离开庸南吧 为什么 程老先生把我和易连凯请过来 无非就是两件事 第一 挑兵看人 第二 问天下事 我视天下为真龙棋局 各方势力在我眼镜里边 都无非是黑白棋子而已 包括程老先生 也是我要走的一步棋 虽然这步棋我还没有走出去 但是我知道 我已经胜券在握 一不做 二不休 我要杀了富荣才 你要杀了富荣才 就算我杀了富荣才 老壮元也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虽然我手上吴施权 但我还是一家的三少爷 就算被他扣住了 以我的身份也是会去和谈 而富荣才就不一样了 就算我杀了他 李重年也不会为他喊躯 老壮元虽然是前朝的壮元 不过他现在是个生意人 最佳买主死了 自然会选第二个卖家 可是那易三公子 恐怕不肯善罢甘休吧 您明面上赢了他 万一他背体也给您玩阴的 这场比试 根本还没有结束 其实这承老爷子就像这颗糖 如果你把他给吃进去了 被别人看见了 也会想办法让你给吐出来 除非你把他吃到肚子里边 那才算数 我今天我就在这儿 我哪儿都不去了 富先生 您就不怕易三公子 对您动手吗 那可未必 你别忘了 这是承老爷子的府里边 我是客人 他是主人 这易连凯也是客人 这客人敢在人主人家里面动枪吗 除非易连凯 想跟承老爷子撕破脸了 那你也别忘了 承老爷子当初也是红顶商人 而且现在是江左第一富商 要是家里边没有几个能人治事辅佐 怎么可以在江湖上面行走 这么多年没人动得了 我富荣才今天就要在这卧虎层龙之地 化地为牢 刚刚拦着我不让我开枪 现在又吵着闹着要去杀富荣才 但是你也别指望我对你感恩 因为这是你两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 你以为我杀富荣才是为了你吗 别天真了 我杀富荣才不是因为私人恩怨 是为了整个易家 怎么 刚刚在承老爷子那儿 他给你下绊子了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 无论如何 我都会取得承老爷子的支持 不管有没有富荣才在这儿给我下绊子 结局都已经定好了 只不过这个游戏多了一个富荣才 变得更加有趣了些 虽然你杀了富荣才 承老爷子的选择 就只有你一个 但是你别忘了 承老爷子看好的 是你们两家的势力 而并非是你们两个人 我一个女子 她倒不会跟我计较什么 可是如果你开了枪 折了承老爷子的面子 他要是对你产生了厌烦 就一辈子都别想投靠公公 现在最好的方法 就是易家跟李重年 两不相靠 刚才装出一副 凶神恶煞的样子 现在却又装作温柔解义的样子 你不用管我 我只希望现在身边 不会有人像苍蝇一样 嗡嗡嗡地让我替她去报仇 如果你要再让她逃掉 怎么办 你现在该考虑的 是怎么样离开永南 如今军阀混战 这些美丽的景色 以后可能只能在梦中 和诗句中存活了 我不明白 当初那么多人人之事 抛家舍业 才把前情腐败的 帝制朝廷给推翻 换来的就是这些吗 法兰西革命 民众把皇帝和皇后 送上了断斗台 可是之后呢 自由并没有来临 只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内乱 接着就是血腥暴征 把许多人都送上了断斗台 其中就有罗兰夫人 她死前曾说 自由自由 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 假辱之民已刑 是啊 现在这些军阀 当初哪个不是信誓旦旦 已打造一个 和平自由国度旗号起兵的 就是这些贪得无厌的军阀 我丽旺平最憎恨的 就是这些军人 一个个喊着口号 都不知自己为何而战 抛却自己的生命家人 还毁掉别人的家园 可是我连这些军人都不如 他们还能上战场厮杀 我却连开枪都不会 我这么一个软弱无能的人 如何救国 我有了报国之心 但一个人力量如此渺小 如何能改变如今 这天下大乱民不聊生的局面呢 旺平 你不软弱 一个英雄的根本 不就是他的内心吗 你有报国之心 这就是作为一个 顶天立地 大丈夫的根本 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 我以后会变成 自己憎恨的那种人 无论你变成哪一种人 我都爱着你 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最后能不能跟上 我都爱着你 ey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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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